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林海隆 我今年64岁 我师父黄泉良就是李小龙的就业师兄 叶问是我施工 其实我师父是一个对永春泉贡献蛮大的 我是从十几岁已经开始学习的 我哥哥他是先去学习永春泉 一只手就把我们搞得就是我们也没办法招架了 所以我们就很有兴趣跟着他去拜师学义 学习永春泉你除了运动以外 你会学到一个基本的反应 每一样事情都会比较敏感 不会留意很多事情 最主要是你很有自信 所以每一个年轻人来讲 他来学习应该比跑步更好玩 永春泉一早应有 在台湾永春泉是因为叶问对不定 才会有人所了解 这变成很多人去学习 我们会抢回那个中线 因为他会移动 变成我们也会抢回那个中线 他是以中心为主 直线为快 练习的时候以吃手去感受对方的手感 吃手只不过就是说两个人面对面 去拿对方的中线 拿对方的力量 他只要位置不对 你就可以攻击他 我是香港人 我在台湾经营台记家传手机面 我们的面馆东东两字 其实是我太太是山东的 其实我们店里面 还是卖传统的山东口味的面食为主 假如我们现在是从妖魔去发这个力量 你的武术没有白天 其实就是说 我在台湾我有个店 我有饭吃 但是我希望说 我的兴趣得到分享 我不希望说 我慢慢老年了 我把这个东西带回去 这里 推这边 我收了十个徒弟 其实有几个徒弟来拜师 也蛮有意思的 有一个徒弟 他在我收钱的时候偷袭我 那我就把它拍开 很轻松把它拍开 客人呢 在买单的时候说 我刚才看你一个动作 我就知道你会很春全 请问你有没有收学生 看他那么有兴趣 我也把它收为徒弟 他现在他也是师傅 他也去教人家了 其实我在面馆 因为我身份是店小二 我一定是很客气 笑笑 但是我在全馆 我是一个师傅 我会比较严肃 很多人看电影 还是看示范 都误会了看这个位置 其实不是 是要看脚 他的位置 是令到对方 整个人的平衡点都被拿走 那十个徒弟 他刚开始来就说 我跟你学权 要多少学费 我说你不用 你把你能力范围以内的钱 捐去十三机关 你记得跟他拿一个收据 那个收据交给我 就是你们的学费 他除了来学权 他也学到正面的人生道理 原来这个世界上 也是很多人需要我们能帮忙 你要把来学的人交好 然后你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再严重一点就是说 你要把对方的思想 也交正为 也要正面 假如你把懂的东西 能传到下面后人知道 令到后面的人知道 原来我们中国文化 是有它的内涵 这个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